我们这道车是用于FAST机关把标维护机器人系统 然后它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 首先是把标维护执行系统 它主要用于把标的操作 然后是车辆的全向移动平台 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六个轮子 它主要是用于在帮助我们的把标系统 在这个FAST上能够进行运动 然后还有一个导航系统 是用于这个车的导航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动作就是 它正在抓取旧把标 然后它把这个把标抓起来以后 我们的算法会控制它 放入到那个把标储存盒 当这个旧的把标被抓走以后 然后它又会进入到下一步 就是去把这个新的把标 就是放在这里的新把标 再插入到下面的把标座上 这辆车其实它是一个从零到一的一个过程 因为在这辆车出现以前 我们现在目前在FAST上进行维护 必须要靠人力来进行维护 那么在靠人力维护的话 我们都知道FAST它这个表面非常脆弱 然后如果要用人去维护的话 非常的不安全 然后我们这个车完全可以取代人工 进行一个完全自动化的 自主化的一个流程 所以就大大提高了这个安全性 以及维护的效率 现在这辆车它在 它整个维护只需要15分钟 如果用人去维护的话 需要6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就是说这个效率会很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